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家对他都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他今年的围甲当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是的 他也是率领了他们所在的队伍 杀到最后的总决赛 我们今天这盘棋就是今年围甲季后赛的冠亚军的直战的第一场比赛 是 这盘棋其实主将战的分量是很重的 大家都从所周知 可能一盘棋有的时候顶两盘 因为在这个四个人当中也就是相对来说 一个主将的胜利可能对于后面的队友来说 已经就轻松很多了 对 一盘主将战就直接关系到了 不是说百分之百的胜利 百分之百是八十多的胜利 是这样的一个级别 就是完全不同于其他的三盘棋的 所以这盘棋可以说是对于两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么我们也就是话不多说 我们先赶快来一起看一下这盘棋吧 好 这盘棋是 丁浩他是黑棋 对 丁浩和深圳旭都是00年出生 两个人而且也是非常做过队友 然后深圳旭对丁浩的评价非常高 在丁浩还没有展到头小之前 他就说他以后看好丁浩 他说过这样的话 有一种心心相惜的感觉是吧 对 因为他俩之前是队友 也是比较熟悉 是 从深圳旭的角度一定能看得到丁浩的潜力 对 那深圳旭其实成名就很早了 对 就相对于丁浩来说 对 他也是可以说00后 韩国一旦唯一一个可以对中国造成威胁的起手 年轻 然后也就是实力也是众所公认的 是的 看一下他这盘 这盘旭丁浩 错想物之后大跳的手脚 这招跳可以说是现前最流行的手脚的方式 它跟不用脚的区别就在于 一个实 一个虚 一个大 一个小 这个显然对于脚部的把握来说 不是那么实在 就是实地上比较虚 但是它对未来的影响要比无聊脚更大 所以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代表了一个起手 它的对围棋的一种不同的理解 那么现在右下脚白棋一挂 黑棋再拖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实在的下方 小阳老师 你觉得 就这个局部而言 你更喜欢哪一方 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我自己对局的话 我自己是愿意下黑棋的 我觉得好像 不管怎么说 一个脚先拿住 这样子 你问我 我就觉得这个回答的比较实在 很实在 但是 就双方来说 我觉得还好吧 就没有什么特别喜好 客观是双方都可接受 主观上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是哪里实惠的 有的时候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手中有良心中不慌吗 确实 确实啊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 我觉得大多数的棋手 绝大多数棋手 都是比较喜欢实地的 他先上来 先捞这个十五木席 自己心里踏实 对 反正一个脚已经在手里了 对 但是其实我们从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顶尖层的棋手 喜欢白棋的比例 就要相对高一些了 就是说愿意把子下在外面 对 对未来抱有更高期望的 往往就是顶尖棋手 你这样一说 我就顿时感觉我们的境界都太低了 不是不是 我就说这个比例上讲 我明白 不代表实际不好 我明白 就是因为这个 有句话吗 高者在富 是吧 那么实力越高 他当然对于未来 他的把控 他觉得自己能掌握的东西也越多 其实我知道这个是孟老师真正想表达的 我谢谢小明姐 总之 确实这个从局部来说 实地与外设的较量 现实和未来的比拼 这个没有绝对好坏之分 但是从侧面可以体现出 一个人对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取舍吧 对 这番棋深圳序就选择了外面的白棋 因为他原本他也是可以选择小飞低挂的 他还是选择这样的下方 他还是喜欢 可能他更着眼于未来的全局的走势吧 而丁套这番棋就灌出了 接下来也就灌出了拖的 这个取实地的战略 他直接在左上三三点角 对 白棋是挡这边 挡这边 黑棋爬 白棋实战选择了一个很实在的 也可以说很有针对性的下方 我还是取地是吧 这个白棋连盘其实就是这个语言 是的 取地 我这个 我看出来你好像是想要去 先看看先来四个角再说 那不行 我得破坏一下你的战略 所以这个局部白棋也是顺势地 把脚上的实地给去了 从局部的角度来说 也是两分的定型 对 其实我前一阵子有听一些高手他们说 就说现在他们其实很推荐 就是连班 然后把脚去了 你觉得这个 就是比较直接的这个定论怎么样 首先肯定是谈不上定论的 是 就是说 无论是白棋长也好 还是实战的取脚的下方也好 就还是跟刚才那个局部一样 就是实地和未来 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我觉得在不同的局部 不同的场合 每个棋手的选择 可能也会有不同 那么就局部而言 白棋搬了连班的下方 这样的话取得了脚步的目数 这的确是 现在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会这么下 尤其是在右边 比如说这个局面 已经打散了的时候 就黑棋已经不可能前行成大面 白棋也很安定 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 大家其实可能就是 都散开的话 那么脚步的目数就比较大 这是白棋为什么选择 搬了连班下方的 我觉得从格局上讲它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黑棋 这边竟然是有了一个拔花 往这边发展 从这个方向上讲 黑棋就挂在这边 对 所以它也不点三三了 是的 就是说每招棋 它都有它的这个 很自然的这个逻辑的方向 就是这行棋 就是大家都很自然 因为这边已经散了 所以白棋就取缔了 因为这个散了的时候 就意味着肯定是 大家都不能没有长足 没有更大的发展的时候 那就脚上最大了 因为脚上的目数的效率最高 那么黑棋也只能这么下 只能这么下之后 顺势而为往这边发展 其实每步棋下都很自然 白棋有小飞硬 小飞硬也正常 让黑棋再抢得这边的 毕竹的大气 我想这个布局应该是 丁浩之前都准备好的 这个地方孟老师 我多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选择究竟是这边拆 还是这里拆的这个问题 因为有我们布局有那句话 骑从宽处走 这是一个过去一直流传的俗语 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数这个空间的话 那很显然这边明显要宽 那走在这里和这里 我该怎么选择呢 这是个好问题 首先这是一个好问题 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因为围棋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就像是这种地方 太抽象了 一条边看起来更宽 一条边更窄 但是丁浩却选择了窄的一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取舍和判断的时候 不仅仅是着远于 它的宽窄的问题 更重要的一点 是它的价值 它的木树的价值 和就是它的实惠的价值 实地的价值 还是它的厚薄的价值 这个其实可能我们就会 尤其对厚薄的价值 进行更多的考量 在布局的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上半边 尽管它更宽 但是白棋左上很厚 对不对 这两个字 黑棋现在显然也不薄 那么无论是谁去开拆 谁去发展 它都不可能走得很大 例如说黑棋 比如说你现在想下这儿 其实你反而错 因为你离后市太近了 而这个地方依然很空虚 我打入见证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压力 我轻松地就可以把 你的潜力给全部掏空 所以这条边虽然更宽 但是却很难发展 对于双方来说都很难发展 而这条边则不同 就是这边有更好的 拆的这个方式是吧 对 首先第一 这个方式很好 就像小云说的 我实地很 相对来说叫扎实很多 而且眼见的就很大 一出一入 很大 同时走到这里之后 对白棋这四颗棋子 也产生了威胁 这就是木树和后保 的问题 也就是说它其实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大厂 有可能这个大厂里面 还包含着以后的一些 战略的部署 对 它可以去攻击白棋 它存在这种可能性 对 所以我们也不能在这单纯的去用说 我是拆宽的 或者我拆窄的 对 来认定这个地方哪大哪小 对 这是一个相对浅的一个 一种说法 其实深层次的是 更多的还是要着眼 这部棋的价值 挺好 那这个时候走在这 也是眼见的一部大棋 对 那么当然白棋也没有心情在走了 因为不可能你走一招大棋 我跟着你走一招小的 那绝对不可能 白棋自然就脱鲜 哪边大呢 依然不是上边 对 从它的答案里告诉我们了 坚定 对 这是有明显带有 一个是守住脚地的意味 一个是攻击黑棋的意味 对 所以就是说 其实黑白双方 尤其顶尖高手的每一部棋 它同时存在着两个价值的考量 而这两个价值的考量 跟宽窄没有关系 两个价值的考量 就是木树和后保 或者就是价值实惠和后保 明白 那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就是想要在 就是你看似你这地方 是你的势力范围 但是我一旦进入 它是不是觉得 顿时这个后保就要产生改变呢 对 首先是木树 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将来 比如说再贴起来 去发展它 大力地发展它 它对于黑棋来说 就像是一个 一座宝矿一样 对我们又有这个采矿论了 对矿区一样 我就可以挖矿在里面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等于说我在破坏你的矿区 我在破坏你的势力 你的布幕术和价值 同时又对你产生后保的威胁 一座棋它就是可以 从这两个方面去解读了 还是很大的 是的 黑棋现在还是贴 白棋就可以想现在这边 自己形成一个小堡垒 然后同时对黑棋这样子 产生威胁 在把你掏掉的同时 甚至还对你有攻击性 所以这部棋 显然也是价值非常大的一手 那现在黑棋的重心 就是说把自己这个处理好 对 显然是吧 要不然怎么办 难道就死了 就是我是指 他想要反攻倒算的可能性 是不是比较少啊 相对来说 黑棋走上自身是首要目的吧 应该这么说 因为毕竟白棋是有一个 小小的堡垒一样的气息 你再去威胁白棋 那就 那首先还是要把自己先走好 然后再去考虑这个问题吧 好的 是 实际上他就跳 这个小条和大条也有所区别 就这个跟这个手脚方式 这种就 意思就很像 你走得大就必然虚 你走得小就必然慢 这是从弱点的角度来说 当然走得小的好处就是坚实 走大的好处就是它的效力高 那么同样的白棋也要 我也会根据黑棋的下法来决定自己的 下一招棋 决定自己的战略 如果你走小了 我相信白棋一定不会在这单准地跳一个 对这个有点 就至少也得争个先手吧 对我有可能会大着走 甚至我先去点我让你再实在一点 我让你越来越实在 但是你越来越实在意味着你越来越慢 我就可以走得再大一些 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走下面也可以 是 那么黑棋就不愿意让白棋这样想 因为自己效率确实也很低 他就想走大一点 但是就虚一点 明白 白棋就不会再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比如说你就帮着黑棋走起了 他的效率比这个高很多 他就瞄着你走 对这一招就让黑棋稍稍有一点 对我就是针对你虚的地方进行做文章 所以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你快就虚你慢就实 但是你反过来就你实就慢 你虚就快 对这个是很难兼顾的 对 这是很有很微妙的地方 当然其实这也是 也是很很有意境的道理 对我觉得您说的还有一些哲学的味道在里面 对 其实很有意思 所以我常讲就是围棋是策略性战略性的游戏 它真的是在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 接下来呢 接下来黑棋得补啊 得补啊 因为自己虚了呀 但是虚难道你就走实在补吗 这样的话就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对还不如走慢点算了 对 你虚完一招再实一招 那有可能本身这效率反而不如 你干脆老老实实的上一招起就走实在的 对 那现在就一定黑棋就一定会接着再虚 再去高效的兴起 这也是高手所追求的 但是同时你就会有问题了 白棋就来抓你的问题了 嗯 这招点 说实在的啊 孟老师 我觉得对我来说仅限于想象当中 但没想到那变成了实战的一招 发现也挺厉害的 是啊 他这个我在打击你虚的地方 就很显然如果我要我想要攻击你的棋子 你的领地的话 或者是一块棋也好 还是你的矿区也好 我是攻击你实在的地方呢 还是攻击你虚的地方呢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啊 就是需要把它薄的地方让它体现出来 对我不可能一拳咔打你墙上 我手给疼死 对吧 所以我必然会攻击你虚的地方 这就是白棋为什么现在要跳的原因 嗯 那黑棋也要应对 对 这也是之前要想好的地方 所以黑棋也就先把白棋给冲断再说 嗯 开始短兵相接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冲断也很需要勇气的 对啊 因为确实黑棋此时如果被动的防守的话 是防不了的 因为这边也面临被冲击 嗯 这边也面临被冲击 无论白棋是冲垮这边 把这边的状态 嗯 还是冲这边把下面的状态 都客观存在 嗯 这个事实客观存在 也就是说黑棋走这边白棋冲这边 黑棋走这边白棋冲这边 这是必然 对 有这种建核的感觉啊 那怎么办呢 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白棋给兜进来 嗯 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形状上就是把黑棋把这个白棋给 这个字给兜了进来 嗯 就像一个包袱似的 是看上去呢 是一个解决这个刚才说了 左右为难的这个方法 嗯 但是我还有疑问呢 那我打吃呢 嗯 打吃这个确实可以 就是 我在粘住 破坏黑棋的意图 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应对呢 嗯 等于说白棋把这边这个则给连回去了 嗯 把这个包袱给破坏了 但在你 但你在破坏我这个包袱的同时 自己这个地方却被 却被 自己的这根刺 给扎 给扎破了 嗯 就你这边的包袱网 或者你这边的气形 就不完整了 对于说 这块布 也同时也被自己的刺 给扎破 一下扎得太猛 是 但是孟老师 我有没有可能 通过气一个紫来杀你呢 可以 我这个变化确实很复杂 我先忍住吧 就给你一拐线 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糊你就吃点吃是吧 我想看看能不能行呢 想试试 这些变化确实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就涉及到更多的问题了 因为黑气现在其实存在着 气质的可能性 嗯 同时我先糊 你是要吃吗 那应该吧 我就是瞄住你的 我刺这个吗 哦 这个是您要跳是吧 比如说 这个现在是要沾吧 嗯 比如说 我现在选择一个 这个能行吗 不知道 爬一下 靠一个 行吗 哇 这个 感觉就是 想要拿你一下 行 但是这好像不一定有用 对啊 或者我就沾上 我就沾上 算了 哦 就算了 嗯 我这边收获其实很大 这边白旗也很归宿 同时这个籽 白旗怎么吃 也是个问题 反正上面我马上就要靠你了 嗯 这个我还有点难受 走这个 走这个关键是我没有吃着呢 走这个关键是跳的时候怎么办 嗯 就吃这个就就像鱼刺一样 你可以吃我的鱼刺 这是嗯 你个人喜好问题 你想吃鱼刺那我拦不住你 你是想说我如梗在喉是吧 对 但是我这个鱼刺 毕竟扎着你呢 嗯 你吃的同时 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比如冲这个 这个籽就被我割掉 嗯 最终你这边的损失和这边的损失 很可能比这个 你的所得要大 啊 对 你这样分析 我就理解为什么白旗 没有去吃这个了 对 这个鱼刺还是挺那种 嗯 挺 不是很好吃 有的时候吃反而不舒服 对 嗯 这又涉及到为其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 有的时候 唯一句有一句话叫做 都气了就赢了 嗯 都活了就输了 嗯 就是它 子不是最重要的 子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其子的价值 嗯 其实是更重要的 嗯 有的时候虚的价值 无子的价值 反而也是最重要的 嗯 真的 这一说起来的话 我想啊 爱好者朋友通过这个 我们刚才的这个变化里面的一些 孟老师给大家的一些提示 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参考 就是有些棋呢 不一定它非要活 有的时候大家要想提高水平 可能多尝试一些棋子 对 发现效果预派的好 对 就是这个东西 当然了 这是需要经验的 需要去 呃 这是逐步的过程 需要循序渐进的 当你熟悉了之后 当你可以自由的运用各种战术的时候 可能这些东西才能够得心应手 嗯 如果在 不能和灵活的运用这些之前 可能 可能其实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会感到好像 我都不是说都气了吗 那我气了怎么就说这么多 了解 对 这个问题都是就是很 本身是很难解释的 嗯 还是要看对其的理解 大达什么样的层次 嗯 好 那我这个刚才打吃的这个疑虑 就解答了 嗯 是的 就是白旗现在不是很想去直接 嗯 也很难去直接搞定黑旗 嗯 毕竟这是一根鱼刺嘛 嗯 那就 让你去 让你去 在这长着吧 嗯 只要扎不着我就行 黑旗长 对 白旗再爬 反正你就扎不着我 我底下我建立我的根据地 我的地盘 这是我的实在的价值 那这根鱼刺 我的这个鱼刺还在啊 你只是把这个包袱 给我包进去而已 但我依然存在了 这个鱼刺 白旗又黑旗又吃 对 黑旗又回头了 黑旗回头 白旗再从这边扳起来 就反包袱 我这包袱又包回来了 嗯 就是白旗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根鱼刺 白旗的价值就是 在下面一带 获取了大量的实地 大量的价值 对 它这首棋就发挥了作用 那白旗这下子还是挺精妙的 是啊 嗯 这是非常好的下法 就是子 棋子 我我我给你吃 我其实反而获得更大的价值 嗯 我要吃你这个鱼刺 那好 刚才是黑旗一排啊 嗯 黑旗一排意味着白旗 黑旗这边有很大的潜力 同时这颗棋子 可能还被穿掉 对 没错 所以就是说还是很微妙 还是很有意思 对 我觉得还是跟刚才那个图 如果我们一旦有产生对比了之后 大家就发现 就是豁然开朗 嗯 有的时候我们下期就经常就盯住一个局部 就是 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把对方吃掉 或者陷入一种 我一定要获利的那种 所谓获利吧 一种情绪里面 其实都最后发现 吃了还亏了 对 嗯 就是揪细节揪得太深了 其实细节可能 嗯 固然很重要 但相对来说 如果细节 不服从于全局 不服务于全局的话 那么细节本身 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了 嗯 是 所以现在整个的 就是这一个地方的局部转换 还是白旗便宜了 嗯 白旗是相当不错的 嗯 转到了下面的很大的实地 嗯 然后那黑旗当然 那时候是走后自己的 自己变得非常厚实 是 毕竟吃掉你鱼刺嘛 然后我在地下 对你这颗三颗旗子产生威胁 同时这部旗也是在 破坏白旗的价值 目鼠哈 嗯 然后白旗在跳 嗯 这部旗也是在加强自己的同时 威胁黑旗 嗯 接下来就轮到黑旗 如何运用自己 利用自己的后事 去夺回价值的 或者捞取价值的 嗯 是 其实孟老师在这儿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啊 就是现在这个旗呢 刚才我们说了 白旗呢 其实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段吧 获得了一定的便宜 那么接下来这个局面 会怎么样子来发展呢 我们大家可以啊 稍时休息啊 也思考一下 我们等会儿回来为您揭晓 好的 那么刚才呢 给大家留下了一个 白旗该怎么样进行的一个悬念 这盘旗呢 我们继续回来看一下 嗯 刚刚白旗在下边一带 获得了很大的目鼠的价值 嗯 现在黑旗之黑的丁浩 它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要如何利用后事 去攻击白旗 从而夺回之前的实际上的损失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黑旗是怎么下的 对 它是先跳进去啊 嗯 实际上白旗先在这里 在这里点 加上自己的时候 一些黑旗 黑旗先在这里 或许它应有的利益 嗯 这是利之后就存在着 木树上的利益 破坏白旗的脚地 其实我觉得这个跳也挺考验白旗的 嗯 孟老师在这个时候 真的就没有想要夹住它吗 夹住的话 木树上的确更好 我如果是白旗 我是很想追求在这里的 嗯 确实啊 这木树确实感觉差了很多 就是 呃 留下的隐患当然也很那个 就是说一目了然啦 但是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用啊 对啊 你吃我现在就吃一个你也无所谓 啊 转了是吧 对吧 嗯 这是你想要获得的东西吗 对 而且我不是 我刚才还想先粘住再把你打回去 对 但是就是说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这就黑旗现在也只好管一下 嗯 对 是的 就是又是鱼刺的争夺 鱼刺的争夺就可以 这就又有很多一样的事情 形成打结的变化 嗯 总之就是说黑旗 这样的话会存在着 存在于一个吃进来的问题 但这个吃对黑旗来说 也是很难掌握实际的 所以我 对 所以我觉得小云你这不家很好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期间在这啊 可能他有优势的某一种 因为我刚才我给大家分析了嘛 他还是从在局上各方面啊 白旗还是得利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也产生了一种保守一点 嗯 一来是他觉得这个地方这里就可以满意了 二来也是因为他想保持对黑旗的 眼型的压力 毕竟走这还是有点问题 对 对 眼位上的确还是坚硬更好 嗯 所以他坚硬也是有他的道理啊 总之就是他这部棋其实 虽然目数有损失 但其实在坚固这边的战斗 嗯 明白 嗯 那接下来黑旗下一步 第一号走到这个地方 非常有意思的一手 我觉得这招棋一看就像好气 是吗 真的就是你如果走在这里 我相信大家看也不看就知道 这个背一般多难受啊 哦 那确实 是吧 嗯 也就是说走在这里的话 这个因为自身骑行的问题 这边就会使得这部棋变得闪闪发光 嗯 点到了腰眼上 嗯 那么如果在这儿的话呢 我如果还是这么下的 那我是不是好多了吗 老师 是 因为这两个区别还是非常大 嗯 气形会好很多 眼形会好很多 所以这就黑旗就不担心了 因为首先黑旗这部飞 其实它是解决了刚才的问题 同时它又对白旗自身产生威胁 嗯 如果飞这个 且不说别的 就哪怕白旗在上面走的时候 其实明显感到 这部棋对白旗的威胁是不够的 嗯 白旗头依然在上面 而在这儿就不一样了 就让它好像如果它再回一路的话 就跟刚才比对它压迫更多 对 我就多近了一个 嗯 多近了一路 那总是更好的 是的 而且我接下来 比如说我接着走 我怪 我在就比如说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多你的眼型的时候 也会明显感觉不一样 就这一路的差别嘛 嗯 这还是差了挺多的 那是 对 这个很直观 对 所以首先这部棋它相对于飞而言 它对白旗进入性更强 同时又防止了白旗 去缓攻黑旗的一种方式 嗯 这部棋 当然这部棋就是棋型看起来 怎么这地方有破绽 就是您是指白旗靠出来是吧 对 就是从棋型上看起来像是这样 靠一个怎么办呢 靠一个怎么办 因为这边 其实黑旗有很多的先生 同时这部棋其实自身白旗也有问题 我沾着上 冲过来 嗯 这是有可能的下方 我怎么走啊 我感觉好像很难啊 白的 白的就 冲嘛 挡 挡的话就可以断了 这个走完 我感觉白的好像要走不动了 对因为我这边立 这个斑什么都鲜 我就淡淡地尝一个 嗯 这封不住人家 对 封不住了 哎呀 但这边你都很危险 对对对对 所以白旗可能只有棋子 但是这样的话就不是靠一个初衷 嗯 应该靠一个马上作为反击 还是不太成立的 是的 黑旗现在这个 这一点小问题根本无需担心 而白旗也不会去从这边考虑 更多的白旗还是要担心自己的问题 对就像您说的 他还是想把眼味啊 嗯 就是因为我刚才那个已经把你的眼灭掉 对 白旗就想要快速地出头 现在白旗有两种出头方式 一种是跳 一种是小尖 哦 小尖 对 两者之间又是一个快慢和虚实的问题 嗯 这显然是更实在的 但显示速度更慢一点 嗯 这显然是更快 但是同时 其实显示就有可被黑旗拿捏的地方 嗯 黑旗定号的小尖就是如此 就马上我下不去要点 哦 有个段 嗯 甚至将来我这种地方 你也是有 要提防一下我 要提防一下我的 嗯 那就是白旗现在如果自己来补是很困难了 怎么补啊 对啊 补的话右面又是回答刚才的问题 那我何必当初我不走得实在一点 嗯 实在是走一个 确实不肯 哎呀 是的 嗯 那要这么说 他实战的下法是不是白旗也属于是被迫无奈 对 实战我觉得深圳旭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觉得 又在难受 怎么办呢 我说不肯补 嗯 我又怕你走 嗯 对要被一穿有点有点空穴这个地方 所以索性我就干脆我来个墙呢 对这个是真的刚才我们没有给大家介绍嘛 也是没有正常化没有这种旗感 对 嗯 他等于说是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这个我们看吧 对这个我们看吧 在这边搬 等黑旗反搬的时候 它并不是简单的长 而是直接把黑旗给断了 这个断从局部来说呢 黑旗确实还是有团支一下 看起来很辛苦 但事实上白旗自身的情况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嗯 黑旗实战立下了 在这一拐的时候 这一拐白旗无法把黑旗四个字吃四 他不能接受吃四字中间被其间提通的结果 对啊 那这是在干嘛呢 对啊 那这一拐断在干啥 嗯 对 所以实战就只好放黑旗出来 但同时脚上就出现了一个对杀 白旗只能委屈地沾上 就被尝出来了 哎呀 这个地方白旗他对设计 是要弃子吗 是要怎么样呢 对啊 白旗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确实 到底是能去怎么想 他为什么要这么想 其实核心他还是想解决这一代的问题 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强行的 因为只要这块一旦走后了 那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不需要担心 啊 没错 没错 所以他这首先是解决这一代的问题 然后脚上对杀白旗还没有死 白旗接着猴 嗯 这个猴是关键一手啊 嗯 如果是去收气那就不行了 这边一收有眼沙瞎了 对有眼沙瞎 这不行 嗯 先猴是好刺血 如果你团住 我再一挡 挡 我还可以跳一个 还可以更妙一点 没有任何让你回旋于地 对 挡也行 挡你帮我 就这四个字 其间是我可以吃掉的 嗯 嗯 对 所以黑的呢 在这儿 黑的劲 所以又面临 就是 又是回到刚才有一个话题 就是死和活的问题 嗯 黑旗团其实可以把这四个字吃着 但是不一定便宜 那好像不 不是不一定的问题吧 孟老师 骑筋都死掉了 啊对 确实 是肯定不便宜的 嗯 还可以跳一个 对吧 对 这个 这个不能接受 挡一个 大致会下成 加一个更好 大致会下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吃 嗯 你提我 嗯 我提你 这个结果就是双方各取所需 但是黑旗提在里面 白旗提在外面 连在这黑旗上面全都 这是啥 无疾而终了 这全部贴在我后臂上的 嗯 这黑旗的残子 嗯 然后连在这块就变得很棒 嗯 这样黑旗就可以直接 可以说是直接投降的可以 嗯 这可能不是一个 等级的棋手吧 是的 这关键是局部确实没有 获得多少木棋 嗯 实际上就不一样 实际上丁浩认为 吃掉白旗反而不得 反而不便宜 干脆我气掉 嗯 我全部气掉 我办 吃 白旗吃 这个时候局部就成为一个打结 那这个打结 那这个打结对于 白旗来说 其实是非常重的 对 白旗如果一旦打输的话 不光是木数损失啊 这黑旗断的这都 就是把你的旗径都给你断开了 对吧 白旗全都断开 然后你还是特别薄 所以这个结对白旗来说 不能输 嗯 所幸的是黑旗没有结彩 白旗是可以先提的 嗯 也就是现在黑旗开结是不行的 开结不行 没有合适的结彩 提不回来 嗯 但是对于白旗来说 难受的地方在于 白旗自己依照旗补不掉 嗯 就黑旗不走 白旗也消不掉 对 隔着 对 打结是围旗中 可以说是 唯一一条人类附加上的规则 剩下的都是天然的 这个规则就是 说明了这个地方 白旗需要去花两手旗 因为现在不一样 白旗黑旗没有开结 白旗必须要花两手旗 才能把黑旗提掉 嗯 是 黑旗实战顶好 就选择了一个拖线的下 半一 实战白旗提 对 他就在外面选择走两手啊 对 黑旗走 白旗提 嗯 黑旗拆 特别有意思 就是这个局部 等于说黑旗死了 嗯 但是黑旗比刚才提掉白旗的结果 要好很多 因为黑旗在这上 抢了三手旗 好了很多很多 上面的价值 远比讲上的价值要大 那这样分析下来的话 孟老师 是不是白旗虽然说花的重金啊 就是很多手旗把这吃了 嗯 但是从大局上来说 黑旗也依然不落下风 嗯 这个局部其实反而黑旗是相当不错的 嗯 这是就是死 弃掉的一方反而占据了便宜 是 是 这个在维系中是非常常见的 白旗反而因为在这个局部 花了太多的手术 打赢了局部 却输掉全局 嗯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 嗯 但是在过程中 其实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这盘棋 嗯 这个局部本身 白旗下巴 并不是说一定不好 不一定的 其实还可以有可能 嗯 但问题出现在体解 您的意思是 他没有花一手来打 我就不去补 我就不需要补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永远是 你只要一看上来 永远是我先体解 嗯 我是不怕你开的 因为你全盘现在没有明显的接菜 对 找不到接 嗯 而如果说白旗把这个旗已经消掉了 我请问全局哪个地方最大 嗯 一定是这边对不对 嗯 因为这一下这个黑旗全死了 嗯 差别太大了 所以 在这个节我不可能输的情况下 白旗现在完全有机会 先抢一招打 是啊 这个才是最好的下方 这样黑旗其实是很难办的 因为黑旗如果想开节就要在这个局部花一手棋 但是黑旗没有打不赢节 这边旗就被白白浪费了 因为这部旗没什么价值 对那他可能担心 比如说黑旗造节 造节我就跟着应 无论如何你在这个局部 无论造出什么什么节 我就我就以最稳健的下方去应对你 最终你必须要开上我提掉这里 我这边已经得一手棋了 嗯 对 黑旗这个 没有价值 等于说你这个局部 无论怎么下两小棋 都不如你实战的棋型 嗯 差很多 嗯 所以白旗无论如何 都是应该先走这个 这样的话 其实白旗整体的战略 是没有任何问题 嗯 全局上讲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不仅是这个局部的问题 涉及到这个整体的问题 白旗就非常好 那看来白旗也是被他眼前的胜利 冲昏了头脑 是 蒙蔽了双眼 对蒙蔽了双眼 没错 嗯 没错 被眼前的胜利蒙蔽了双眼 嗯 以为这样已经皆大欢喜 就是太开心了 对 但上面去 黑旗从小路溜走 并且自己拥有巨大的 的价值 嗯 上一张反正黑旗是不错的 嗯 有意思 有意思 白旗死时 那就只好再来掏了 因为黑旗的 白旗发现黑旗的矿区 比黑旗 比自己要大 就只有来去 破坏黑旗了 在之前先点了一下 嗯 点了 然后打入 然后打入 把黑旗小剑 脱 对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就这一条边 明显比这一条边价值大 大很多 而且 所以白旗就来破坏 那黑旗也是下得非常强硬 斑断 再贴 白旗最终双方在这个局部下上了一个小转换 嗯 白旗等于说是也算是成功的破坏了黑旗的 掏活了一块 是的 嗯 把这个地方通过了一个技术上的一种手段吧 把黑鞋的矿区全给掏了 嗯 他自己活了三不齐 掏了一块齐出来 但黑旗同时非常非常厚 然后也是有不菲的实地 得到先手就可以 继续进攻白旗了 嗯 他先跳了两下 先跳了两下 跳 靠 白旗强行靠 因为这边还是有关系 也关系到黑旗的潜力 黑旗也不能恋战 因为恋战了 等于说这边可能就要因此而遭殃了 嗯 就是白旗还是比较厚 他现在就在发挥它的厚 对 白旗 黑旗走这两下也是 让白旗在这个局部落后手 嗯 这二旗也是走唱 然后就来进攻这边的白旗 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白旗只是干厚而已 这实际上是属实的 木树其实并不是很多 因为原本白旗就有拾木旗 现在你说在长了 嗯 不到拾木旗而已 同时黑旗呢 自己却速度特别特别快 嗯 所以从这个局部而言 确实白旗的效率有点慢了 嗯 嗯 现在黑旗大踏步的就是 朝着这个实地的方向去迈进了 嗯 很明显的就很有针对性 就是下盘 那当然白旗就从 同时走到了上盘 嗯 黑旗就继续观彻自己 捞失控的意图 下面获取价值 嗯 并且争得先手 但非常遗憾的是从下一步开始 丁浩的方向盘突然间 失控了 嗯 他走到哪里呢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 白旗掏掉右上的黑旗 获取了失控的利益 黑旗掏掉右边的白旗 自己获得失控 找回了一部分的损失 双方其实正常来说 这盘旗就进入到了最后地盘的争夺了 嗯 也就是关子 那么现在全局唯一没有 没有安定下来的旗 可以说就是中间这块 嗯 白旗相对来说都要厚得很多 是 那么黑旗现在肯定是走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丁浩也是在这边跳了一步 但这部旗本身明显露出了破绽 就是白旗可以使出鱼刺攻击 嗯 这部旗就明显有破绽了 不知道为什么丁浩选择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首 比如说你飞一个也好 或者走什么也好 或者往中间跳也好 其实都可以 嗯 然后将来保持着对白旗的眼影也有点威胁 这边也有眼影也有点潜力嘛 对白旗攻不到黑的就行了 对呀 实际上黑旗跳 嗯 白旗唱 刺了一个 先刺一下 然后先眼而不发 因为这边白旗自身也有点问题 嗯 先尝这个 先把自己 先捞取这个利益 白的 黑的爬 黑的爬 黑的也捞取利益 这是正常的嘛 嗯 把白旗靠一个 是 最高效率 想要捞取下面的利益 走一下之后 已经限制了黑旗的发展 嗯 然后回到中间 打吃 他先 对 先打吃一下 哦 这打吃确实是 可以说神仙旭的一招冷手吧 嗯 正常说黑旗现在只有沾上 也确实这个时候只能沾上 这下得说白旗先手 交换这个地方 木树有所得 然后自己 黑旗的骑行也 眼位上也差了那么一点 嗯 对一号实战就不肯沾 就选择提这个 这提对这边好一些 但是 这个提露出了这个一个破绽 白旗并一个是先手 对 有了这个先手 中间没有问题了 哦 也就是白旗一冲断 然后当白旗再冲断的时候 这个地方黑旗突然间就 就崩盘了 顿时崩盘 就毫无征兆的 原本这个旗就朝着这个 双方这个扩张地盘的这个角度 嗯 地盘是争夺了 跟厚薄 跟一块大龙的死活 没有什么关系 嗯 突然之间 由于这个地方一个细小的 一个细节的一个处理 白旗赚得这个先手 这一冲断 突然间黑旗中复 失控了 啊 这一下子黑旗怎么办呢 打吃了 对实在打吃了 粘上 对 这个子不粘 这个被吃了 白旗这边获得很大价值 同时黑旗自己 将来被搬的时候 甚至还要做演啊 太残酷了 嗯 所以这只能粘 然后白旗再拐 黑旗长 白旗再把这个飞进去 尽管白旗自己 未必获得很明显的价值 但白旗获取的价值 是把黑旗潜力都给破了 嗯 就是黑旗的方向 现在非常不好 黑旗就只能被迫 在这一带去 自己去 去来 去搭演 做火 嗯 就突然间变得非常非常被动 嗯 这个是 本局黑旗的 严重的问题 可以说是 忽视了中央的后保 被白旗这么过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 方向盘失控了 对 我们接着看它 这个怎么处理啊 这好像也没办法 这个走两下 挺损的 然后吃这个 这看起来很舒服的搜刮 其实没有获得实在价值 同时这两个字也被含在嘴里 嗯 然后呢 定号就必须要出来了 嗯 靠 但是出不来 至少再回来 然后自己再 委屈地做火 嗯 从话来看 这部棋本局最后半招 只有断一个 只有跟白旗拼命了 从这边靠出来杀 混血还有看不清的地方 也就是说实战 他这个一回补 其实白旗只要外面 得到两个牵手 白旗走后 把黑旗潜力一削 牧手 白旗已经 大得 嗯 本来就是黑旗潜力 比白旗明显要大 白旗甚至还有一点薄 你跳到这里的时候 白旗自己其实还有点薄 这边这三个子 至少还是有 很可能已经死了 嗯 实战的结果是 黑旗白旗 黑旗只有回去 白旗跳两下是牵手 然后马上紧气 紧气都是牵手 嗯 这边 白旗自己 获得牧手就不说了 至少黑旗的潜力 已经几乎快没有了 嗯 这个差别太大了 然后白旗还抢到 先生 走到全球最大的 实地价值最大的下边 是 这边旗就 从一个 双方可以说是 进入到最后的争夺 双方几乎是 同一旗跑线 进入到最后争夺 一下子 白旗就拉开了身位 嗯 从此胜负 就再也没有选担 好像这个地方 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 就是胜负非常残酷啊 就短短的十多手 一下子这个旗的 就刚才 孟老师给大家分析了 突然之间 黑旗就 已经到了这个谷底了 嗯 嗯 就感觉方向盘 没有下注 顺时就偏离了赛道的感觉 嗯 当立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黑旗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作为一个细致的判断 嗯 就黑旗这中间获得了五目戏 这是黑旗获取的价值 其他的没有了 对 白旗全部走后 抢到最后的价值 这目标上已经比五目戏 明显要大了 而潜力上讲呢 白旗这一代有明显的潜力 黑旗这一代的潜力 明显被限制 嗯 这一出一入 就远远比五目戏要大 更何况黑旗 白旗还抢到这个先手 并且没有后顾之有 整体上看 确实黑旗是 明显是大亏 对 感觉好像也挺遗憾的 嗯 对 突然的一个 对 最后的进程就是 虎一下 拐了两项 拐了两项 然后 我们全盘也 其实就是对地盘的争夺嘛 嗯 黑旗就 黑旗就沾这边而成 黑旗沾这个的吧 对 白旗虎过来 我们来看这地方 就 原本这种地方 不可能白旗有 有这么大潜力的 嗯 我这个 但现在就是有这么多了 这旗就 看似这还有一点点机会啊 对 这一代黑旗之所以沾着两个组 是因为 第一这个中间有关系 第二 它跟下面的白旗有所 有点关系 嗯 再挤 挤进来啊 然后在这时候 白旗先冲一下 就是想威胁白旗嘛 嗯 但是关键 白旗全盘太厚了 哎呀 白旗还有结彩 对 黑旗还打不动结 这个地方 黑的 嗯 铺完是 铺完自己要紫嘛 嗯 自己还很重 关键全盘真的没有结彩 最多一个结彩 白旗这个冲 就是要造结 造了一个结出来 黑旗就 没办法铺 嗯 最后也只好转入收关 实战的结果 就是大概是这样 白旗打一下 把这个拐了 对 然后补了 然后补了 嗯 白旗当下到这里的时候 大概盘面黑旗 稍好一点点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嗯 胜负就没有选定了 大概是差个 三目半到四目半 四目半到五目半的样子 嗯 就是关键就是中复 其实亏的没有说那么多 但是关键亏完之后 棋盘没有了 嗯 棋盘的空间被缩小 缩小之后就 没有机会 是 我觉得看这盘棋的感受 就觉得真的是很细微 很细微的地方 嗯 但是一个可能不经意 就把这个棋呢 就像刚才莫老师 给大家分析的一样 就是一下子就觉得 胜负 就在后包上面 产生了变化之后 胜负一下就分出来了 对 嗯 关键时刻最终还是 神真旭站得了胜负 嗯 是 在这个地方 神真旭还是小的地方 啊 这个细节非常的好 嗯 那么这盘棋呢 就被您介绍到这里 最终呢 神真旭的白旗中盘获胜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